別動 沒事了,不用怕 怎麼?你沒事吧? 師傅呢? 先跟他報警吧 好,我們去報警吧,不用怕 你說是不是很離譜? 黃師傅畢竟教拳了二十年 每個徒弟只說他好人 有什麼理由非禮女徒弟呢? 練拳的時候是不是有很多身體接觸? 隔天當然有,你嘗試玩游道 兩人都擋住了一塊帶落地 每個女徒弟都告師傅說非禮 排隊排到尖沙咀就行了 行了,非禮案很多時候 只有兩個人在場 所以證明被告的人格是很重要的 那就行了 黃師傅在警隊的時候 出了一名老實人 你找人說他是一個什麼遺人 十零雅的出庭隨時沒問題 是呀 你口才這麼好,不如你打吧 姚文英小姐 你說你在黃楚山武館學了拳一年 你怎麼形容你和黃師傅的關係 師傅初頭很用心教我打拳的 不過後來我發現原來他是不懷好意 你所謂的不懷好意是甚麼意思 是呀,有時候教我打拳的時候 無緣無故地摸我 他摸你哪裡呢 他摸我的大腿和胸 他摸我的大腿和胸 那你有甚麼反應 我很不開心 那你不要跟他說 或者叫他不要這樣做 有呀 那他怎麼樣 他說他不小心 不過在案發當晚 他終於受盛不勞 案發當晚是否就是 2001年的4月10號 是 那當晚發生了甚麼事 那天晚上是星期二 師傅說他會單獨教我打拳 阿櫻 師傅 有個不好消息 武術總會說要取消你的會員資格 為甚麼 他說你無心習慕 又亂搞男女關係 行為很有問題 沒有呀,師傅,冤枉,真的沒有 你有沒有我不管 不過如果你真的想留下來在會 師傅也有辦法幫你 那怎麼辦 你會做,師傅也會做,是吧 師傅,你想怎樣 師傅一向都喜歡你,你知道的 是吧 來呀 不要呀,師傅,不要呀 不要呀… 郭旺祥先生,請問你的職業是甚麼 大廈管理員 那你去哪兒工作 元朗媽朝路翡翠大廈 翡翠大廈的五樓,是不是黃楚山武館 是 在2001年的4月10號,當晚你是不是在開工 是,是我當間 那大概十點鐘左右,你看到甚麼 那時候,我正在巡邏 那時候,我正在巡邏 當時我也不知道發生甚麼事 後來才知道原來黃師傅搞他的徒弟 謝謝,法官閣下,我問完了 法官閣下,我暫時沒問題,不過辯方想申請押後審訊 你找到姚文英的男朋友? 這個陳國章是甚麼人? 他以前也是我的徒弟 姚文英學犬的時候,經常想念追求 他跟他走過一陣子 被我再插兩插,不就甚麼都說出來 阿櫻 你幹甚麼? 別人掛念你,想見你嘛 不用這種態度 走吧,大家趕明, easy come, easy go 幹甚麼?你認識別人嗎? 你不是想師傅吧? 關你甚麼事? 師傅會不會喜歡你 你又喜歡找找S爹?師傅會最討厭你這種人 我姚文英要喜歡誰是誰 關你甚麼事? 我不喜歡你給別的男人點愛 甚麼事? 豈有此理,原來真的那個混蛋做的? 由於這個陳國章的外形很像黃師傅 所以那個看家就認錯了 他現在在哪裡? 回大陸了 而且我跟他說過,他死也不肯出庭 是嗎? 那報警抓他,他自己親口驗為他非禮 那我豈不是很無辜? 他跟阿輝說過也不可以拿來告他 更加對你沒有幫助 因為謊死法庭是不會接受的 甚麼? 即使你聽到一個證人的口供 也不可以上庭轉述他的說話作證 那怎麼辦?難道要我還要看死鬼嗎? 鎮定點,我幫你找到一個時間證人 案發那天你不是說你在洪峰公園嗎? 有一個撿汽水罐的阿伯認得你 真的? 是呀,我給他去一張照片阿伯看 阿伯說是他 那個伯說你整晚坐在公園 還喝了幾罐汽水,所以特別認得你 是呀,我那晚還在散步 如果他肯出庭就行了 照樣說那個伯說十點鐘 看到黃師傅在街上 以示範時間就是十點鐘 從洪磡到元朗的武館 起碼也要大半個小時 即足以證明到黃師傅當時不在武館 Toby遇到聖魔那晚 黃師傅就在附近 走過也不需要五分鐘 他身上有紋色和聖魔的日間模一樣 又是經常戴著那批紅色戒刀 又是會武功的 在這麼多證據之下,我懷疑他就… 拜託你出去,我當沒聽過 拜託你出去 你當沒聽過? 你心裡怎麼樣? 跟法官說我們的家人是戒刀聖魔嗎? 如果理系官,你怎麼判呢? 難道要去逍遙法外嗎? 你為什麼在這裡拿? 我打不出來 想做律師 那請你回家拿本書記看看 什麼是律師的職責,行不行? 每個人都有辯護的權利 而律師就是維護當事人的權利 我們現在是幫黃楚山辯護 不是利用他給我們的資料 可以告他回頭 你知不知道你這樣做 完全是反律師最基本的守則? 但是這樣他隨時會害到其他女孩 你是不是想我釘牌? 你再說內姿就影響我 影響我幫我卡人打官司 麻煩你回去吧 如果不阻止,後果可能很嚴重 你說得出來後果更嚴重 案件是沒判 你一天都不可以跟任寒說 尤其是你的好朋友Toby 他是記者,一見一報就糟糕了 你幹什麼?你走開,走開 你幹什麼? 什麼事? 黃師傅特意上來教Toby防浪術的 對,你以為黃師傅報告我嗎? 不是吧?你這麼逼人 好…誤會而已… 對 你說煮蟹我吃? 我今天特意上來試這種手藝 對,今天是主菜,很快到 好 好不舒服,你們出去吃吧 你幹什麼?你不舒服 那你進房間休息一下,我留給你 我來吃吧 好… 這個好像是我家 不舒服就回房間休息一下 我不明白你,無緣無故趕人走 我不明白你,隨便被那個男人上來也有 什麼?黃師傅是輝哥的朋友 又是你的客戶,有什麼問題? 知人口面不知心 你到底在說什麼? 總之你以後不准再去學房內術 不准再讓他上來 不准再單獨跟他一起,知道嗎? 黃師傅有麻風嗎? 他… 總之以後你跟著輝哥就不怕這個色魔了 無緣無故說什麼色魔了? 我也在掛色魔的資料 被我捉到他曾擺在頭上 斜頭上這麼大的照片 還給你扔飛鏢 我重新 我覺得你不是很專業 隨便你怎麼說,總之我面對不到 你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現在是你不知道 我做了公司這麼多年 我沒見過人像你那樣 那你就幸運了 我告訴你 非禮案和戒刀色魔基本上是兩回事 他沒有非禮就是沒有非禮 至於他沒有強姦,關我們什麼事? 難怪,你這樣也說得出口 你有沒有想過那些被鬼容 被強姦的那些女孩子? 是你這麼冷血的人 才可以當作是任務其事 你只會替賤人打官司 專門拆殺人家庭 搞定你沒有止分離,冷血的 我告訴你